昨晚卧铺车坠桥事故牵动着无数人的心 我们简直不敢想象当时的情景 而就在事故发生的时候呢 刚好有一位公交车司机目睹了卧铺车坠桥的全过程 今天上午记者见到了这位公交车司机陶师傅 他的心情还没有从昨天的事故中平静下来 陶师傅说 昨天晚上他像往常一样开着31路公交车 从沙市向公安部和行驶 没想到在长江大桥桥南处 突然发生了意外 陶师傅说 当时出示车辆距离他的公交车 仅仅只有50米的距离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车就冲了下去 看到前面的车出了事 陶师傅和车上的乘客都被惊呆了 他赶紧停下车来报警 因为当时天色太暗 陶师傅并没有看到客车冲下桥后的具体情况 但目睹了整个事发过程 陶师傅心里很不是滋味 为了保证车上乘客的安全 陶师傅不敢随便将车门打开 只能在车上等待警车和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援 如果条件允许 陶师傅说 他一定会在第一时间赶下去救人 满遗憾的事就是不能 因为在桥上面 又不能下去 只能赶着去看 看到那些 整个事故上 满背重 今天早上 陶师傅的家人才知道 发生事故时 陶师傅就在现场 心里不惊有些后怕 告诉他 要大方不能开快 所以要慢一点 是不是要紧张点慢 陶师傅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 事故车当时时速大约为100公里 陶师傅说 他开公交车已经两年了 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这么惨烈的车祸 现在心里还想着 心里不不跳 感觉也慢 他自己还是有点压力 觉得我们开车的一方面 还是要强化主意 不能车手还是不能开快 江海峰记者报道 声音稍纵即逝 各种血泪教训实在是太多了 我想这起特大交通事故 不仅给陶师傅 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不管是司机还是行人 上路都要格外的小心 特别是司机朋友 您的方向盘 掌控着多少家庭的幸福 千万不能有一点懈怠 事故可能会给陶师傅留下一些阴影 但是我们也希望 陶师傅赶紧从低迷的情绪当中走出来 不要影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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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